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比较成功 它是关于二战时期的临战首相 Winston Churchill的传记片和战争剧情片 由乔怀特导演 主演是加利欧德曼 这部影片是在众多反映和描写二战时期的电影当中 比较叫做的一个影片 而且它反映的故事和叙事结构和演员的表演 也非常的可圈可点 其中男主角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加利欧德曼 它是获得当界的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最佳男主 这也是他一生当中众多的成功缩造的角色当中 也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一个之一 其中呢 加利欧德曼演过很多很多的角色 如果我们从他年轻的回忆最惊艳的一个呢 就是当时被誉为最成功反角刻画的一部影片 叫《纳的杀手不太冷》 雷昂里的一个嫉妒 美国嫉妒警察 腐败的嫉妒警察 当时《杀手不太冷》的成功 大家也能有很好的印象 就是有让雷诺和纳塔利·伯特曼主演 还有一个也是很长的一部影片 由凯文科斯大主演的《刺杀肯尼迪》当中的《反角》 在那个时候他作为英文演员 到好莱坞演电影可能接了很多 特别需要有细微刻画的这么一个角色 就叫奥斯瓦尔多 就是是他被当时公众和警察认作 是开枪杀死了当时的美国总统 约翰肯尼迪 这也是他最早都是刻画了很多 这个很有性格的影片 的中角色和反角 其中呢 在《战时刻》当中呢 邱蒂尔的角色和他的角色呢 形象是相差距离比较大的 体重呢也是相差了能有将近100磅 加里奥特曼本人是比较瘦的 就是比较比较fit 尤其是他近期的你在什么锅区铁 那个士兵与裁缝当中的那个美国当时拍的 著名的反映英国的一个冷战时期的间谍片 那个里头他使他的非常还原他的本身的体型和角色和面貌的 那个主演的时候呢 大家还能有印象 他是比较瘦的 所以他的化妆呢 他整个拍了这部电影呢 是用了总化妆时间是200小时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项工程啊 逐渐的加里奥特曼刻画这个角色呢 是有很大挑战和下了很大功夫的 所以呢 反而反乘呢 这部影片他描 他那个刻画这个 Winston Trugger的这个 成功的程度 也是很令人称高 影片当中呢 还有一个花絮 就是说他为了 能够还原 Tugger的这个二战时那种形象 因为雪茄不离口嘛 所以他抽了400只雪茄 就整个拍电影当中抽了400只雪茄 雪茄的400只雪茄是 总合计价值是2万美计 这个也很 很是很好的一个花絮 另外卡斯当中 其他的人就是演员呢 也是比较比较过硬的 女主角是克里斯汀斯卡 托马斯 是英国病人中 那个 女主角 英国病人呢 也是1996年的 奥斯卡的最佳影片 跟拉尔夫菲恩斯合作 主演的 另外一个女主角呢 就是 文尊丘吉尔时常跟他有互动和发脾气一开始 后来两个人很默契的 这个演员 叫Lily James 也是现在是一个燃人生起的新星 在其中在妈妈咪亚当中呢 扮演这个 梅里尔斯特利普扮演的角色 就是妈妈的年轻手的角色 还有是 Baby Driver 他也是女主角 还扮演了唐顿装演中的女配 所以呢 这部电影呢 看似 整个的节奏呢 波兰起伏 整个卡斯呢 表演的又是中规中矩 波兰不经 但实际上 它迸发出了很多的 电影 对历史故事的还原 很多细微角色的刻画 很多special moment 就是说 特殊的时刻 历史人物是怎么样 对历史负责 对个人负责 对民族 巴以这个负责 那么这些人又是 演员又是如何理解 这些重要历史角色的 这是这部电影 成功的很多很多的 元素和原因 下面呢 我们就谈一下 这个电影的几个观影点 因为故事呢 看起来呢 就是一个 一个由时间叙述 时间顺序来叙述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 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但是呢 它好多观影点呢 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片 战争的这个剧情片 我们需要先温顾一下呢 有一些历史的知识点 这样的话呢 欣赏这部影片的时候呢 大家会带有更多的 观察角度来看这部影片 首先呢 这个历史 这个是历史是还原 尽量要还原当时的一个 一个历史时期 一个历史事件 那么呢 又需要有所升华 从对角色的理解和刻画上 略加修饰 这样的话 能帮助观众们 尽快深入这个当时的环境 去观察这个当时的历史状况 所以呢 历史片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观众 有很大的参与性 你是如何理解这个历史的 你就会在这个影片当中 看到什么样 当然前提是 这部影片要拍的 还是尽量要真实 或者说下的功夫 足够大 足够足 第一点呢 我们就从这个影片当中看 要先有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英国的上层 就是上层社会的关系 那上层社会包括什么呢 他是君主立宪王室 和国王 当时的国王 和国会 国会呢 还包括上下院 贵族院 下院 再包括这个 这叫cabinet 叫内阁 就是由首相来组成的这么一个内阁 他们之间的关系 必须是有个制衡 有个互相的默契 虽然天天吵架 或者是有一些意见不同 但是呢 你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 不能说左顾右盼吧 一定要 思前想后 尽量要做的呢 圆圈 那么在这种制衡的情况下 作为首相 要 还要 有自己的远见 有自己的主意 自己的直觉 还要坚持下去 所以这也是一个 多维度的平衡 这样的话 你才能 在 关键的时刻呢 承担起来 领导这个国家 向前 但是这国家的名元首 就是国王 他必须对这个 国王本身呢 对这个国家的一个 长远 非常长远 这个发展 和他的对外形象 和立足点 也是非常关切 那上下意愿呢 是代表着 原有的 就是被世袭的 一些势力 去向 封建 各种封建势力 遗留下来 这些贵族嘛 那么下院呢 又是要对他的 选民负责 对民众负责 所以他这种 权利和利益的 不同的板块 之间的抗衡呢 和平衡 就变成了 在英国上层社会中 要想 立足 你一定要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又要考虑到 各方面的利益 和追求 这个是 也比较有意思 一个看点 再一个就是 对战争的 这个影片 对战争的理解 欧美的片子 你看我们看过 很多的战争片 他从来 都没有一个 拍的一个 说不好意思话 是什么 天天强调 随远必诛啊 说凶兵书武啊 说是 谁要惹我 我就跟谁 没完啊 你拿着我的护照 你就可以 哪都 横着膀子走啊 他不是在强调 这个 这不是一个卖点 也不是他一个 拍电影的 一个 一个方向 和宣扬 而他时刻呢 拯救大比尔瑞安 像什么 马鱼者 风鱼者 和战马 还有 远期近期的 所有的战争片 珍珠岛 中途岛 还有一个 描写 越战 朝鲜战争 很多影片 兄弟连 是不是 野战牌 他 所有的我刚才 随随便便列举 这些影片 无疑不在鞭探战争的残酷性 和战争的这个 有的时候 它的对人类毁灭的危险性 这就是 整个电影世界呢 它的主流的一种想法 这我觉得我也是战程 我们大家也都是战程 对吧 就是说 人类的使命呢 应该尽量避完战争 而不是 轻易延战 所以这部影片呢 依然是延续的这个 当然了 它的着力点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矛盾 并不是完全来 完完全全 就是来鞭探这个战争 而 而他刨 他把这个战争 本身的这件事情呢 暂时很平和的 放在了 一个位置上 那么通过 丘吉尔的视觉呢 通过丘吉尔的挣扎 丘吉尔的 执着 它的坚持 让大家呢 更加理解这个战争的 通面性 和到什么时候 应该如何的对待这个战争 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 国家和民族的 独立 这就是 这个电影对战争的 和辩证的一种看法 也就是说 简单的说呢 就是电影当中 英国有绥靖派 就是张伯伦 和哈雷·法斯克 就是原来的首相 内阁当中的首相 和外交大臣 是主张绥靖政策的 实际上 它也代表着 当时英国的 相当一部分 执政党 甚至包政党 当中的一种 想法 就是跟希特勒呢 尽量远离他 本身 这个像地缘政治 英国也是远离 欧洲大陆的 这个战争的 和谐 就是在地理上 也是远离战争 远离战争的核心 但实际上 事实证明 他的利益 从他的政治地位 国家关系 和他的全球利益来说 他一点都没有远离战争的烽火 这就是这个电影 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知识点 另外我们再看到 当时的这个国际形势 那么法国呢 看似很强大 又很自傲 其实呢 对身在他们的陆地上的邻居 德国呢 他们并不知晓很多 并没有充分的准备 这也是一如既往的自大 这个反应的一个点简单 我不知道 这个英语片 或者是说以英伟为主流的影片 总是对法国人呢 有一种 还是有一点点刻板偏见 或者说呢 他没有详细的找出 更多的这个 着力点和描述 来支持他这种东西 这也不是批评 可能法国也就是这样 我的当时的 这个当代历史知识 或者二战知识呢 可能也不能完全支撑 我们来共同的 马上进行个快速的判断 再一个呢 就是美国呢 当时呢 也是一种厌战 或者至少是消极和保持中立 不愿意involve到 就是不愿意介入到 欧洲的这种战争风火当中 这也是明显的表现 所以 这都是我们当时在这部影片当中 能看到的大的历史背景 和当时的每一个国家 和政治人物 持有的一个政治观点 电影呢 咱们回到叙述这个电影 他这个判案时间顺序 也就是说 他迅速呢 就来到40年 英国这个议会呢 就正在大吵大嚷 上来就吵架 上来就有矛盾 这是电影 是比较吸引眼球的 一个快速进入节奏的 一个方法 当然他通过叙述呢 前提呢 也很好交代了 也就是说 二战爆发的一个 一个主线追忆 就是1938年呢 英法 欧洲大陆四大国家 英法 和苏联 他们四个国家呢 就有莫尼黑协议 在38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们在莫尼黑协议当中呢 很不齿的 就把欧洲的势力范围 这个四个大国就划分好了 划分好以后呢 他可能牺牲的呢 最明显就是捷克 捷克呢 让这个德国呢 把他们的德语区要拿回来 这个所以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 不断的重演 民族 国家边界 语言 生活习惯 信仰 这些呢 都是一些 有起源性的国家的一个 非常好的借口 他要拿回来 他要祖国统一 就是 所以 很四个国家就将捷克的独立呢 变成一个 他们四个人妥协的一张筹码 就是历史上 我们大家都记得张伯敦拿着一张纸 在下飞机回到伦敦那时候 他说啊 我能保证欧洲的50年和平啊 或者更长时间和平 这个无比自豪 无比的自我满足 那么39年呢 希特勒呢 就为了维护德国的快速的GDP的增长 为了他所许诺的德国人民的那个繁荣稳定 以及这个德国又再次伟大 或者说有德国梦 所有的这些 使他的这些原因和口号 使他呢 有 在记着 接着 把捷克拿下来 苏泰德地区以后 又把丹麦 挪威和荷兰 有统治和占领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越行径 这个在1939年 时间并不久远 也就是在80年前嘛 那么1940年呢 他就 这也不满足 希特勒呢 又向西 要押近 比利时 那比利时 和鲁孙堡 那实际上 法国呢 已经 危在旦夕了 但是法国人呢 依然认为呢 他的马其诺防线呢 和他的几十万法军呢 不若金唐 高准无忧 所以他在德国侵略 比利时的时候 法国依然是 消极对待 只有 在 德军通破了 马其顿防线的时候 英法才 真正醒悟过来 才悬战 仓促迎战 这是 这个前提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反对党 英国的反对党 克莱门特 所领导的反对党 已经 坐不住了 他们正好借此机会呢 逼迫那个现任的首相 就是 张伯伦 和平主义者 下台 为了 张伯伦呢 也很知趣 就是 他要 必须下台 为前一段时间 英国的软弱 和 这个反应速度慢 和绥静政策的 不当 而负责 所以 这也是政治 但是这也是符合一个历史的发展 所以他要下台 但是呢 作为执政党呢 还是在台上 他一定要选一位首相 从他的党派当中 他第一个首选 他当然喜欢他的这个战友 哈利法斯克 就是也是同样会延续和执行 他的政策 投降政策的 不能叫投降政策 随静政策 英国当时还是个大国家 不能轻易投降 随静政策 就是和平解决 对希特勒要软化解决 但是呢 哈利法斯呢 也很狡猾 他觉得这个时候 他要上呢 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所以他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说我现在不上 我就尽量再找别人 因为什么 他现在在揣摩 因为他当时的英国国王 叫乔治六世 乔治六世是那个爱德华巴士的弟弟 就是那个另外一部影片 由Colin Fitz主演的 国王的演讲中 Colin Fitz还有奥斯卡最佳男主 就是同一个国王 他是爱德华巴士 也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温莎公爵 对吧 他是他的弟弟 他记得以后呢 其实他内心当中也很纠结 很正常 他是不想打仗 而且他 首先呢 他作为国王 他不愿意自己的国家 轻易卷入战乱 也不愿意自己的 这个他所谓的臣民呢 或者是公民呢 子民呢 这个年轻人都失去生命 所以他也是愿意 就是竭尽全力的 寻求政治解决 而且他也很欣赏哈利法斯 这是他一长时间的 哥们嘛 能在一起上学 还有更多的友谊 所以呢 哈利法斯呢 知道国王的想法 但是呢 现在反对派呢 国会当中的反对派呢 对这个绥靖政策 已经不抱希望了 那么他现在要接任这个首相呢 他也会进退两难 所以他也不能改变政策 但是他又揣摩 国王的意思 和他自己的这个想法 他还是要谈判 这个时候就历史选择了一个人 而不是任何一个人 因为乔治六世也不喜欢 温斯顿 修靖 因为在温沙公爵 从国王上 这几个月 国王当中 任职当中 要退位 让给他递的 这个英国当时的最大的王室的 一个灾难性的 这么一个事件的时候呢 修靖尔是支持他的哥哥 就是曾经的这个埃德华八世子 就是温沙公爵的 所以呢 唐克人之间也有一些借敌 另外呢 他也不欣赏修靖尔的 很多很多性格嘛 因为修靖尔和传统的贵族 他表现的是不一样 比较邋遢 比较不讲 英国当时比较风行 对大部分人认可的那种 神是风度 神是风度 并不是说没有神 他们的贵族之间 有细微的标准 所以呢 种种的 就是 修靖尔当时是个老罗普钦 修靖不爱的人 但是呢 他也毕竟呢 是 这个 执政党当中 最 就是对 对战争看得最透 而且最坚决的一个人 那么张伯伦就想呢 先让他上来顶一顶 反正谁上来都不行 所以这种悲观情绪 或者玩政治手腕 和对当时的战局的判断 就造成他们 就是所有的人都认为 找一个 貌似 还可以坐在那里 但是 顶下骂名 谁都处理不好 我们呢 该群策群力 该解救我们的国家 解救我们的国家 但是呢 就找一个 矛盾大的一个人 放在那里 顶下这个 最尴尬的 这么一个 短期任期 完事以后呢 再把它拿掉 我们再找新的人 这个 看来呀 英国也出现过 就是没人接班 但找一个 他们认为 是一个过渡的人物 就是一种随境吧 这也是一种妥协吧 但是往往 有的时候没想到 历史选择了这个人呢 这人还可能 做出了一些 很大的举动 这个 丘吉尔呢 又是抽烟 抽血家 不离手 酗酒 在一战当中呢 指挥又不是太得当 这个 军事才华上 所以这个 而且当时 他还参加过 他的反对长 就是自由党 对印度啊 苏联内战呢 他的观点呢 都不算是主流 所以就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就是 缓缓 这个 走上了 英国的 这个首相的 这个位置 所以他 这个人 丘吉尔本身 他这个电影呢 往往从戏剧性的 这么一个 一个手法 和 和手段呢 来描述 任何一个 主要人物 因为 观众就希望反转 所以 前面的对他的 这个 丘吉尔的 这个脾气的火爆 和很多很多的 通过旁白 和其他的 叙述呢 告诉我们 丘吉尔这个人呢 是有 表面上是有缺点的 他是 有很多需要 克服和改善的地方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人的本身呢 雄心壮志 和他的直觉 和他的内在的 巨大的能量 也同时呢 暴露在我们观众们面前 也就像他自己说过的 就是去 接受这个 首相认职的时候呢 说过一句话 When youth departs may wisdom prove 就是当 我们老去的时候呢 但是用我们的 智慧 来证明我们 依然很强大 所以 这个丘吉尔这人 看什么事情 非常直截了当 但是呢 实际上他的判断力 他的决心 他的很多很多的 这个 作为一个领导者的 这个素质 他实际上是 远远高于那个时代 这就是开启了 我们观察 他是如何解救英国 甚至如何解救 欧洲和世界 这么 他的很多的坚守和坚持 他的第一次国会演讲 他就 他虽然是 惆怅满志 但是呢 人们是不容易 从一个悲观 消极的情绪当中 突然就被你一个 山东性的政治演讲 所鼓扩 我就改变了 所以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他 可想而知 这个结果也是平平 但是呢 他必然呢 他声称呢 我拒绝和平沟合 和平协议的这个方法 这是在国会演讲 那么张巴伦和哈利法克斯呢 就嗅到了这个机会 好 他说好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你去踹吧 你去试吧 你不愿意的 这个弹劾 那你不需要我们去 全力 辅佐你 那你这个 你就自己去作吧 他觉得这个 过去日子 你证明你不行的时候 哈利法克斯再上 就没人在诟病 哈利法克斯 拿出更好的 和谈的方法 和 有其他人去帮助 这里有一个前提 你再看这个 英国 这个政治 就是丘吉尔上了 丘吉尔和张伯伦 和哈利法克斯 非常不对 因为丘吉尔是 少数主战派 而哈利法克斯和 张伯伦呢 是主和派 这个我里 这里面我反复强调 这个他这个 政治上的立场 和他们之间的人物之间关系 就是 帮助我自己 和帮助大家 很好地理解 当时 欧洲战场 不是说 几个人拿枪 互相 互相打仗 这个实际上是 政治和观点 在较量 时刻在较量 和平还是战争 所以这个有趣 这个 虽然他们 政治立场 非常不同 但是呢 你看张伯伦 还能够 委屈求全的任命 就是提名 他的继任者 就是 温孙丘吉尔 那么 乔治六顺 虽然非常不喜欢 他哥哥的粉丝 温孙丘吉尔 但是呢 也同意了 那丘吉尔呢 组阁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 把事情做绝 就是好 我主战了 所以我上来的五个 内阁成员 全是主战派 那我就 把你们组合派 一网打尽 搞个罪名反腐 或者是 这个 生活有问题 生活作风不好 他没有采取 任何 报复的 想法 想法都没有 别说措施 而是呢 继续呢 让张伯伦 和 哈利法克斯呢 留在 他的内阁当中 继续跟他们吵 继续 大家继续 呛呛 你这个就是 一个是他 政治家的度量 后来证明 也是他政治家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远见 或者说 他 完全的自信 他没有 他要争取 更多的人 因为他认为 他主战的前提 是英国要团结 就是 组合派和 主战派 不能分的 太多 就是你到 因为他能预见到 最后英国 必然的参战 必然的 不是参战 抵抗到底 就维护他们的 三岛 因为三岛独立 所以他有 很大一套 他也有一盘 大旗嘛 所以他有 他的政治智慧 也有他的政治度量 另外呢 他有他的政治直觉 和远见 他知道 我们一定要缓解 所以他 这件 这种 所谓的党 党伐之争 勾心斗角 去把谁送到 不叫秦城啊 也 放到什么 小岛上 或者贬为民 或者是怎么样 这都不是 他们的政治选项 之一 所以这个可贵 为什么一个国家 能够几百年 貌似一个 不是非常 现代化的 一个政治制度 它能依然 能够生存 而且呢 不断地调整 就是因为 有这些 政治智慧的 政治家 会有 有远见 和最后 都有政治底线的 这些 政治家之间的 来玩这个游戏 你才能够 让我们大家 坐在这里 很幸福的 回归 和回馈和 回顾这个战争的 这个一个 当一个故事来看 否则的话呢 可能我们现在 都在纳粹的 这个种族歧视的 这个集权下呢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或者是说 不知道来 如何发表 我们的意见 毕竟啊 希特勒呢 也是对宣传 对 对种族 对它 这个各国之间的 这个关系 有它的规则 那它这个规则 是个完全是 跟我们现在 生存的这种 自由世界 是大相径庭的 啊 大家可以想象 所以这个 你从英国 这个一小 一个小的 电影 故事和历史时期 的系列之处 你就能看到 自由世界的一个希望 这是我 是我来理解的 这个 啊 这是这方面的 一些东西 他呢 演讲以后呢 这一面呢 组合派呢 就在跃跃于世呢 等着他 等 丘吉尔继续出丑呢 把他搞掉 对吧 那 他 自己来干什么 他赶紧访问法国 因为很简单的方法 英法要联合呢 足以跟 德国在军事上 常规力量上 有一个真正的对抗 但是他明显看到 法国人表现呢 是失去信心 似乎群龙无首 或者他们投降情绪 因为马其诺防线 一被突破以后 他们 束手无策 啊 所以跟 他们的心理状态 和他们的决心 是 丘吉尔呢 非常 非常沮丧 非常 手足无措 其实是这样 因为他找不到 因为他 英国自己呢 是无法跟 德国来对抗 就是 这个是这个情况 那么他马上呢 他就给 洛斯福 大西洋那一边呢 他们的 表亲嘛 这个 他们本身都是 英格兰 人 啊 他这个 他们之间的 同种 同语言 还有很多政治制度 也是一样 另外最早 美国比 这是大家 任何人都知道的 就是说 他是从 英国的殖民地 通过抗争 独立战争 分化出去 但是他们呢 依然是永久的盟友 就跟 一直到世界 现在 英美 也是一个天然盟友 所以他给 罗斯福打电话 结果 罗斯福 美国 从来都是 在 立法的 这个层面 在公众的观点上 都是 就是 中立 就是对欧洲的事务 都是中立 甚至表现出来的 是 孤立政策 或者是有厌战的 这么一个倾向 所以罗斯福呢 也无法 给他 虽然个人表示 支持和同情 但是对英国 当时的情况 也没法 具体的支持 而且 还很 这个电影的故事 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卖给他 400架飞机呢 也不能由 英国人 或者是美国的飞行员 开到英国本土 因为这个 跟国际上有协议 跟德国 可能也有 这种中立协议 这是 不可以的 只能是英国人呢 在 美国的本土 通过 就是路上的交通工具 由 什么用马车呀 用汽车 把飞机 拉到加拿大境内 才能用英国的飞行员 来看 但是这个时间呢 太冗长 已经帮助不了 现在英国的 窘境和战事 所以这都是 能够看出来 当时丘吉尔是 如何孤立 孤军奋战 但是呢 这个国家命运的改变 和人类命运的改变 确实是 这个治安时期 丘吉尔坚持过来 挺过来 所以他 这个 我们要 说一个 看待一个历史人物 他虽然有很多缺点 他最后的政治结局呢 也不是一个 这个非常光级 非常成功的 但是呢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治安时刻 他的坚持呢 确实是改变了 整个战局 他回来以后呢 虽然他遇到了 碰了两个大钉子 他依然呢 演讲 所以说我们 那个还是要 暗示 就是说我们寻求 我们这个多种解决方式 要有各种选项 我们都放在我们的桌面上 其中也包括呢 我们要应法联合抵抗 这个呢 他实际上 他没有确认的答案 法国人也没有 就是没有对策 他也没有对策的情况下 他依然 暗示和强调呢 他依然有抵抗的选项 这这 这种暗示呢 就惹来了 德军对 这个英国的什么 难民营啊 或者平民区的 一顿轰炸 这也是 双方的一个政治的表示 这时候 乔治六世 这国王就很不满 他说你这个 你看你就不能 无端的刺激 希特勒 所以哈利法斯 也觉得 他当 这个首相的集会来了 现在就是 所以他呢 拼命呢 就要 去跟意大利的外相 就是外 外交部长呢 去勾合 让他去说合 英法 英德之间呢 要谈协议 其实啊 这个 修杰尔呢 在内心当中 他也没有百分之百 完全排除 还要和谈 但是呢 他设的底线 当然也比较高 他就说我 无论怎么和谈 我可能要放弃一些 这个海外的 殖民地的利益 但是呢 英论三岛是要独立 绝不受你 这是我的底线 绝不受你 希特勒的 你如何对待法国 荷兰我不管 但是我 我没有独立 这是他底线 当然了 希特勒 这个时候还在谈的过程当中 那这时候呢 实际上英法联军呢 已经就是溃败了 都开始撤向 这个 敦克尔克 这又是一个 重要的历史实践 和 重要的历史史刻吧 啊 那 丘吉尔 一面 在 表面上还说各种选项 一面呢 实际上 他是非常间接 就是说 我先脱 先谈 我也不管 我一定要先把 敦克尔克当中 我40万英军 我能撤回来 一个是一个 我要撤回来 这是他这个直觉 和政治 嗅觉 啊 而投降派呢 哈雷法克斯呢 要说 我们先不要撤 就不要再 伤任何 对方和我们 都不要再打了 我们现在就和谈 我们现在就停战 那 丘吉尔直觉告诉呢 如果你现在停战呢 我们会接受很多 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条件 那和平派呢 他愿意接受一切条件 国王呢 还没有表态 所以但丘吉尔呢 他是首相 他就告诉 加莱的四千守军 要拼命的抵抗 那个德国的大部队 这样的话 给敦克尔克 40万英军呢 三四十万英法联军呢 争取一个撤退的时间 撤回到英国本岛 就通过英纪的海峡 所以这个三四天的时间 本来预计 就是一多半都不能生还 但是三四天时间呢 全电影中说 他有二十多万英军呢 返回来 就是能够被 这个安全营救回英国本土 这是 这是敦克尔克的什么一个 一个故事 其中敦克尔克的 2019年的 2018年的 敦克尔克的影片 也非常好 我们有机会也讲一讲 出人意料呢 这个国王 乔治六世呢 他终于反应过来 也就是说 如果 和谈以后呢 他可能 英国本岛 他都 觉得不安全 虽然是可以独立 或者表面上独立 但是他知道 希特勒随时想拿下他 随时想罢默他 都是有这个能力 会有这个条件 所以他会远 他的计划就是 整个皇室 要搬到加拿大去 毕竟那里更安全嘛 有 有 离得远 对他也是个保护 但是呢 他看到了 丘吉尔的决心 和政治智慧 和政治勇气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 跟 和谈派 就是 走得更近 虽然是他这个 哈利法克斯 是他个人更好的朋友 但是呢 他在这个时候 他支持了丘吉尔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 转折点 而且呢 他也是说 他说 如果我作为国王 我不和 希特勒最恨的一个人 来结盟 来 就是能够共同 并肩战斗 那 我怎么会选择别人 对吧 所以 他们变成了一个天然的 这个盟友 阵线 这个国王和首相 如果能互相支持 就可能这件事 也看到了 更光亮的 这个 这个前途 和胜利的曙光 所以 乔治六师 又建议他 你可以听一听 就是英国平民的 内心当中的意见 所以这个桥段 就出现了 丘吉尔呢 就是摆出一个 这个威的姿势 这个也是一个来源的 一个解释 首饰 威的首饰 另外他跟英国平民呢 也有直接接触 当他发现 英国人 有他的这种 岛民的 这个血性 就不向外族 屈服的 这个传统 这样的话 他就更加重 他的决心 所以 他另外的一次 在国会上演讲 其实也是非常 历史上非常著名 就是说 我一定 如果我英文三岛要沦陷 那我们的条件是 我们的前提是 英文人踏着我们的 这个血迹和尸体 才能 我们才能屈服 这时候呢 全民 从国王到议会 到平民 都是非常支持 这个丘吉尔的 这种决心 本身呢 丘吉尔表达了 所有人的真正内心 的决心 也就是说 他们的决心呢 由丘吉尔的坚持 和远见 迅速的统一了起来 就是他们反抗 和保卫自己的 这个独立 和自由的底线 这个决心呢 被统一了起来 这个哈利法克斯 一看 美西 是吧 张伯伦一看 这个也得支持 丘吉尔的 这种领导 所以这个 领导力和领导者 他的 有的时候是 他是需要 一个历史事件 一个非常 艰难的时刻 才能需要他 他也能体现出来 他的政治上的 正确 和远见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英国 英国朝鲜 就没有 什么分歧了 也没有 什么党华之争 所以英国人呢 虽然牺牲了 四千 在加莱地区 死了 牺牲了四千 人民 这个年轻生命 但是他们 毕竟在 尊克尔克 这个失败的 这个局势当中 保存了 他们打扮的 这个 战斗力量 也就是说呢 英国 德国人呢 在二战中的厄运 实际上就埋下来 就 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 最有效的 反抗力量 英法联军 在 丘吉尔的坚持 坚忍 和领导下 保存了下来 他这个 战斗力量 保存了下来 这个 导国的铁血 发生作业 当时 那几天呢 从 平民到贵族 从军队 到 到 其他的 民用的 船只 和所有的 水上运输工具 都奔赴到 敦克尔克 把他们 子弟兵 和法国联军 接到 英国奔导 所以他这个 敦克尔克的 壮观的大撤退呢 本身也是 二战战局的 一个转折的 开始 人类呀 这一个 实际上 看似我们 很简单 很 很自然的 生存到 今天 几千年 但当中呢 有很多的 战争 和重大的历史事件 可能发生了以后呢 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全貌 但是呢 我们通过一点点的 这个 导演和创作人员的 复原这个历史事件 我们能够更加引起我们的思考 知道 每一个重大的转折都可能会因为某一些失误或者某一些领导人的英明 所谓的英明能够把这个历史事件往好的方向来引导和发展 这个就是不太容易 当然呢 整个的这个二战的这个事态的变化 是最后由于美国的参战 虽然他参战的比较晚 但是呢 他的参战是根本性的 实质性的 全局性的 扭转了整个全世界的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的时局 也就是三个周星国没有任何退路可去了 那他们的败局就已现了 当然他不是在这个本片当中所描述和体现的 但是我们看一个影片回复到整个历史全局 也就是说 一开始的铺垫和战争的僵势和转折 丘吉尔在历史上是有攻击的 有明显的攻击 而且呢 丘吉尔对战后铁幕的形成 以及对冷战的预测也都有所设计 他也都有所讲 这是一个历史伪认 但是后一半的实际性转折呢 是由罗斯福 甚至是苏联的这个力量 造成了周星国的覆灭 很有意思 在影片结尾处呢 他很有交代 就是说 在丘吉尔二战胜利以后 英国是选举制啊 四年一选啊 那么他又败给了自由党 就是现在的反对党 所以说他丘吉尔在二战胜利以后的第一次选举当中呢 他选举落败了 这个你看这个英国岛民 这个什么事情都能发生 丘吉尔呢 也有他固有的幽默 政治幽默 自嘲自己说 英国人有将我选下来的权利 正说明了这个国家的伟大 这也的确如此 如果没有独立的选民 没有独立的平民意志 那么贵族和国王 也不称其为贵族和国王 所以这是自由世界的伟大 自由世界人民的伟大 也是民主制度的伟大 那么他是君主立宪下的真正的民主 也好于名不负实的 民主什么民主自由共和国 人民民主共和国呀 等等的那些所谓的共和国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民进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 编导 主播 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 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 口条家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 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 书案政经 科技 火文于新闻 据新闻 政治学 经济学 科技等专业背景 更受欢迎 五 有网络媒体操作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 掌握视频制作软件及图片处理 七 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 据工作热诚愿意接受新任务 音频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才干 主要播放平台为YouTube上的 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对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白班及晚班 休假制度 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 winnie at hovlive.com